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自体脂肪离心机的操作流程 这是主机 这些是配件 都是四个为一套 挂环挂杯 50毫升适配器 20毫升适配器 这两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分 20的 50的 主机的开盖键是在右边侧面这一边这白色按键 按下去就开盖 红色按键是开机键 配件的话是先装入四个挂环 然后装入四个挂杯 然后装入四配器 适配器选择的话就看 手术当中是用的是50毫升还是20毫升的适配器 我演示的话是用20毫升的来做演示 20毫升注射器 这是适配器 首先是抽取脂肪 把脂肪抽取到这个注射器当中 抽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把这一个注射器给它掰断 掰断 然后这一头呢 加上堵头 堵住这个注射器 放入适配器里面 再放入挂这个挂杯里面 放入这一个脂肪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这里有个说明啊 四管必须对称均衡的加载在适配器当中 也就是说你如果这边是放了一管20毫升的话 对等的这一边 也要放入相同的这个20毫升的容量 如果脂肪离心没那么多的话 你这边可以另外装一管生理凉水 给它做一个匹配 做个平衡 我们现在演示的话就 这个就不放进去 放进去的话就会不平衡 装完试管之后 就关上盖子把它往下压 这样就关上了 下面就是设置程序 第一个这个设置键 这个数字把它调为1 如果误触的话 比如说这个数字不是1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按键来调 把它调到1 第二个这是转速 这是我们建议的话是1500转 1500转 然后这个是离心时间 设置3分钟 1500转3分钟 这一个是确认键 设置程序的确认键 把它确认 然后按启动键 就可以开始离心了 现在转速就在上升 现在是离心快结束了 这里正在倒计时 听到这个提示键之后 就可以开盖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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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